张天 你的清晓都不要了吗 下次宁静姐出题 我太难了 我刚刚看这个真折磨了 太放得开了 太狠了大家 于文文不仅信演的好 在电影《前任三》里面吃芒果那段 让人印象深刻 或许演戏的光芒盖住了于文文本身 于文文其实也是一位歌手 那首红遍大街想象的体面就是她唱的 于文文最近参加浪姐三 第一期那一身摇滚装扮 属实让人眼前一亮 人们发现原来于文文在舞台上的表现这么好 甚至还有观众认为浪姐三滴一轮公演 就属于文文的表演还有点意思 其他姐姐的表现过于平淡 可以说没有什么亮点 于文文在节目一开始的性格 没什么观众缘 网友甚至觉得于文文有点装酷 看下去才发现 其实于文文才是最认真搞你团那个 停价低开高走 于文文确实让我们看到了 不一样的一面 于文文自从加入宁静的队伍 宁静也对于文文有所改观 一次选歌环节 于文文还跟宁静开玩笑 说宁静没有她厉害 没她那么会选歌 宁静对最终成功锁歌 宁静都不得不服 回了于文文四个字 说你是对的 那么看完 你期待于文文的表现吗 欢迎留言评论 不信心